大家好,接下来三讲我们将会介绍一下LBO模型 在这节课呢,我们将会带领大家学习一下LBO模型的基本知识 然后把使用Excel搭建LBO模型的具体操作开个头 那么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LBO模型的基本知识 什么是LBO呢? 英文的全称是Leveraged Buyout,中文也就是杠杆收购的意思 这种收购战略曾经在20世纪的80年代封行美国 杠杆收购呢是指这个收购方使用自己横扫的本金为基础 然后从投资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募集或者借贷大量的资金来进行收购活动 然后以收购后标的公司的收入为基础来偿还 因收购而产生的这个高比例的负债 这样呢通过这个提高杠杆就可以达到以很少的资金赚取高额利润的目的 LBO呢一般有以下几个特点吧 首先它一般是由财务投资人 也就是私募基金来进行的收购 LBO很少是由战略投资人来进行的 这一方面也是由这个私募基金赚钱的这个方式来决定的 另一方面呢这个高杠杆也会带来很大的风险 所以战略投资人的话 一般很少采用这样高风险的模式来进行收购 第二个特点呢 它是一般是控股性的收购 虽然有的时候可能不要求百分之百 但一般也要求百分之五十以上 这样呢才能把这个收购的形成的负债 给下沉到这个标的公司层面 第三呢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 这个使用贷款或者债务来进行融资 是不可或缺的手段 在传统的LBO交易中 债务通常占到融资结构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 而这个本金也就是股权 占到融资结构的百分之三十到四十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部分的融资 都是以债务的方式来进行的 在收购交易当中 使用这个高杠杆呢会带来一些好处 当然也会带来一些坏处 好处包括这个能够提高股权投资的回报率 然后另外这个收购债务所带来的利息费用 可以在税前抵扣 然后这个由于产生了比较高的负债 那么公司的管理层就 然而然的会有很大的运营的压力 会提高这个财务纪律 同时呢 使这个业务运营效率也得到提高 当然这个高杠杆也会带来一些坏处 由于每年必须支付更高的固定的利息费用 从而使标的公司的盈利和现金流 都面临着很大的压力 而一旦这个标的公司的运营情况恶化 那么公司就面临着巨大的信贷违约的风险 另外呢 高杠杆也会降低公司运营战略的灵活性 因为一方面公司必须支付更高的固定利息费用 另一方面呢 和这个债权人签定的协议当中呢 一般也会对公司进行进一步的资本支出 或者发行股息等等 有一些约束性条款 从而导致公司的战略发展和财务的灵活性降低 杠杆收购交易的回报 主要是由以下三个方面来驱动的 第一呢 是去杠杆 也就是利用标的公司经营所产生的现金流来偿还债务 从而增加这个股本的价值 可以想象一下 假设这个企业价值不变 随着债务的清偿 净负债这块减少了 那么股权价值这块就会相应的上升 而使这个价值回归股东产生股权收益 那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改善标的公司的经营业绩 从而提高公司价值 私募基金在完成交易之后呢 一般会对公司的业务进行系列的优化 包括这个如果原先的管理团队能力不强的话 那么私募基金一般会聘请更专业的管理团队 尤其是能够在高负债压力下 有效的管理公司的这么一个管理团队 另外呢 也会采取一些财车笼源啊 然后优化供应链啊等等措施 来提高公司的运营效率 从而提升公司的价值 那第三个方面呢 就是估值倍数的提升 但这个估值倍数一方面受到公司 本身行业地位运营业绩的影响 另一方面呢 也受到这个市场整体估值水平的影响 那么一个比较好的杠杆收购标的公司 一般具有哪些特点呢 我们分为这个业务和行业两个方面来看一下 首先业务方面的话 标的公司必须具备稳定和可预期的现金流 这样呢 才能满足高杠杆带来的 大额的固定利息费用支出的要求 在这一方面呢 一般也要求公司具备稳定的客户基础 和比较长期的销售合同 来保证这个现金流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 那第二个方面呢 标的公司必须具备可预见的成长性 这个成长性呢 可以包括内涵式的增长 也可以包括公司通过并购来实现外延式的增长 我们也提到 随着公司业务的成长 会提升公司的企业价值 从而带来股权回报的 标的公司的成长呢 也会缩短这个私募基金退出的时间期限 另一方面呢 也增加了退出方式的可能性 如标的公司 随着收入和盈利的增长等等 已经达到了上市的要求了 那么私募基金通过将这个标的公司 进行IPO 就成为了一个退出的可行方式 那么第三个方面呢 是标的公司必须具备强大的管理团队 因为这个收购会产生比较高的负债 那么就必须要求这个管理团队 是非常专业而且有经验的 这样呢才能在比较高的财务压力的情况下 保证企业的正常运行 那第四个呢 是标的公司需要有比较低的资本性支出的要求 资本支出比较低呢 对这个现金流的压力就会相对小一些 当然这个较低的资本支出的要求 也不是一个说一定要具备的一个条件 如果公司有比较高的资本支出要求 但是呢 它有很强的增长性 然后利润率也非常的高 而且发展战略是可行的 那么即使它可能有比较高的资本支出的要求 也能满足这个偿还高额债务所需要的现金流 那么这个标的公司也可能成为一个比较好的杠杆收购的标的 另外呢 对于这个资本性支出 我们还可以将其拆分为 维护性资本支出和成长性资本支出 维护性资本支出呢 就是对现有的一些固定资产进行维修啊 保养啊等等产生的费用 这个费用呢 是在资正常运行的条件下是不可缺少的 而这个成长性的资本支出呢 是指公司 新的机器设备 开拓新业务产生的资本支出 那么这个成长性的资本支出呢 在这个经济下行 或者企业业绩表现恶化 这个现金流受到影响的情况下 这部分资本支出就是可以砍掉的 那第五个方面呢 这个标的公司啊 最好是有这个业务改善的空间 那是这个私募基金可以通过 在收购之后 对公司的业务进行一系列的优化措施 从而提高公司的估值倍数 最后呢 这个标的公司啊 需要有坚实的资产基础 银行贷款一般需要 企业提供一些抵押品 而标的公司如果有比较坚实的资产基础呢 就可以使私募基金在收购过程中 能够借更多的银行贷款 从而提高这个杠杆率 那么从行业角度来看呢 标的公司啊需要在所在的行业 具备比较高的市场占有率 而且标的公司的利润率不太可能 因为这个竞争压力而受到太大的影响 出现那种价格战的情况 那第三个方面呢 这个产业本身是最好是具有比较高的进路壁垒 免标的公司由于这个竞争对手的产生 而面临比较大的压力 那第四个方面呢 这个行业本身啊 需要是一个低周期性的行业 如果这个行业周期性较强 那么会导致这个标的公司的现金流波动比较大 对这个偿债能力呢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那最后呢 是需要有比较可行的推出战略 比如对于某些行业 国家制定了一系列的限制政策 对行业内的公司上市或者是并购 都有一系列的限制 那么投资这样的行业呢 就会对私募基金未来的推出 带来不确定性 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杠杆收购中常用的融资方式有哪些 我们刚才也提到这个股权融资一半占30%到40的比例 然后债务融资的话占60%到70的比例 股权融资方面呢 主要投入的 是这个LBO发起人 也就是私募基金注入的新的股本 另外呢 管理层可能会注入一部分股份 但这个比例一般也是比较小的 比如2%到5%左右 股基金为了实现这个管理层激励的效果呢 一般会给予这个管理层一部分股份 这部分投资呢 这个估值可以稍微偏低一些 但是这个管理层 他自己出了钱 持有一部分股份之后呢 这个捆绑效应会更强一些 能够激励他们在这个公司高负债的情况下 把业务运营的比较好 另外呢 这个标的公司原有的股东 也可能保留一部分的股份 最后这个其他这个战略买家 也有可能参与这个LBO 投一个比较少的股份 接下来这个融资的这个大头债务方面呢 也是分为了好几类 最上面这层呢 是银行提供的优先级贷款 可能包括这个循环信贷啊 然后定期贷款ABC这几类 循环贷款呢 是说在这个协议的有效期内 只要企业的借款总额没有超过最高限额 银行就必须满足企业任何时候提出的这个借款要求 然后企业呢 也可以借了再还 还了再借 那么根据这个信贷协定的要求呢 企业通常是需要对于这个贷款限额没有使用的那部分支付给银行一笔承诺费 循环贷款呢 可以在交易完成时来提取 作为这个融资方式之一吧 当然也可以不提取 而在收购完成之后 作为企业流动资金融资的一种方式 定期贷款和这个循环贷款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这个定期贷款是借了之后 在约定的到期日进行偿还 中间不能说你还了再借 借了再还这种 而这个循环贷款呢 是只要企业有需求 而且不超过这个和银行约定的这个最高限额 那有需求的时候企业就可以来借 然后呢有这个多余的现金的时候就可以随时进行偿还 所以这个是循环贷款和这个定期贷款的区别 定期贷款呢也分为ABC三层 从A层到C层 这个年期越来越长 然后融资成本越来越高 然后在到期之前需要偿还的本金的比例呢 越来越低 那比如这个定期贷款A 它的年期一般是五六年 然后到这个定期贷款B 可能六七年 然后到C层 七八年八九年这样子 然后本金偿还的这个比例呢 从这个A层到C层也是越来越少 A层的话可能A每年还个百分之十到二十五这样子 而这个定期贷款B和C呢 那可能每年还个百分之一左右 而把这个大部分的本金呢 放在到期日来进行偿还 那这个银行贷款 借完之后 如果钱还不够呢 就可以向债券市场 发行这个高收益债券 来募集资金 这高收益债券呢 没有这个抵押支押的要求 所以融资成本也会相对的提高一些 那这之后钱要再不够呢 就可以进行这个夹层融资 包括这个可转债啊 可赎回的优先股啊等等 这个夹层融资啊 顾名思义 它是介于债和股之间的一种融资 它的收益率会比这个高收益债券更高一些 一般会有15%到18%之间的 这么一个年化收益率 它的这个利息支付的方式呢 会比较灵活 你可以不支付现金利息 而滚存到账面上 选用这种 Pay in kind的这种模式 或者呢 可以采用这个债转股的方式 在退出的时候 这个夹层投资者 还可以获得一小部分的股权 来增加它的收益 而公司呢 也可以利用这个债转股 来减轻这个还款的压力 总体上企业能借到多少钱 来用于这个并购交易 核心是对于这标的公司 现金流稳定性的一个判断 和对这个现金流成长性的一个判断 另外呢 也需要考虑这个融资成本有多高 会不会对企业收购之后的盈利 和资金流动性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我们可以看到在欧美一些大型的LBO交易呢 通常需要很多的这个贷款 以及债务工具作为支持 而这些条件呢 在中国不是很成熟 受到这个债券市场情况和政策限制 一系列的制约 所以导致中国的杠杆收购交易呢 会受到很多限制 那么私募基金在杠杆收购交易中 有哪些常见的退出方式呢 一般有这张PVT上所显示的以下三种 首先是出售 在传统上这个私募基金在退出的时候呢 寻求将标的公司出售给战略买家 因为这个战略买家 一般能从交易中获得协同效应 从而他们倾向于给出比较高的一个报价 并且呢 他们能够得益于比较低的资本成本 和投资回报率的要求 所以这个报价 在传统意义上来看 会较高一些 但是呢 随着这个私募基金的大量兴起 这个通过 出售给其他财务投资者 也就是私募基金 来退出的情况已越来越多 而且随着这个私募基金能利用的杠杆越来越高 有的时候他们给出的报价 反而比战略买家更具有吸引力 第二种退出方式呢 就是IPO 那如果选择通过IPO来退出呢 就需要考虑上市地点啊 上市时间窗口啊 等等影响因素了 在标的公司 进行IPO的时候 投资者能够实现部分股权的退出和变现 而在这个上市之后呢 投资者还可以通过在公开市场上 分布来出售股票 实现这个逐步退出 同时呢 利用这个上市之后股价的这个潜在上升的这个可能性啊 这个投资者也保留了享受后期股价上升的好处 这么一个机会吧 然后第三点呢 是这个股息资本重组 在IPO时机不成熟 并且没有合适买家的情况下 通过这个两到三年的运营 标的公司的这个财务杠杆率已经明显降低的情况下呢 就可以进行债务融资 把融到的钱以股息的形式 分给股东 这样呢 这个私募基金不需要退出股权 也能够收回部分 甚至是全部的投入的本金 由于目前这个中国债券市场不是很发达 另外中国对于资本经营的要求 监管要求比较高 所以这个股息资本重组 在中国的使用呢 不是很方便 但是在欧美杠杆收购领域呢 还是非常常见的一种退出方式 或者说是收回投入本金的方式 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LBO模型的作用 我们这一讲的主要是带领大家 学习一下如何使用Excel来搭建 LBO模型 那LBO模型呢 是指在这个设计合理的杠杆收购方案的基础上 搭建财务模型来分析多种融资结构和经营情况下 这个私募基金有可能获得的投资回报 LBO分析呢 可以帮助测算标的公司在预测期间内的现金流 债务偿还 信贷状况以及投资收益等等的情况 那么我们上一讲呢 也介绍了这个合并模型 这个合并模型和LBO模型有什么相同点和区别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PVT上的这个表格 相同点呢 是这两个模型都是能够帮助分析这并购交易价格和融资结构 区别呢 是这个合并模型啊 它是分析收购之后合并公司整体的这么一个情况 判断这个交易对于收购方股东整体而言 是起到了美股收益增值还是稀释的这么一个影响 一般呢 也是用于这个战略买家的并购交易分析 因为这个战略买家能够对标的公司实现一个并表嘛 然后LBO模型呢 是分析收购后标的公司的一个情况 判断收购方 在不同融资结构和经营情况下的投资回报率 一般呢 是用于财务投资者的并购交易分析 LBO模型呢 需要依靠这个财务建模 杠杆融资 资本市场以及并购和财块等方面的专业知识 所以这LBO模型的搭建 比之前我们介绍的这个DCF模型 财务预测模型 以及合并模型更加复杂一些 那在学习这个使用 融资结构的假设 股权和债权融资分别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然后第三呢 是对标的公司经营状况的一个假设 一般呢 我们也会分为这个基本情况 乐观情况 悲观情况等等给出几种不同的假设 那么基于这些假设呢 我们可以搭建这个并购交易完成之后 标的公司的一个财务预测模型 进而呢 进行LBO分析 包括这个对融资结构 然后投资者的回报率 以及这个估值的范围等等 进行一系列的分析 好的 然后下面呢 我们具体来看一下 如何使用这个Excel搭建LBO模型 这个主要步骤呢 有五步 首先呢 是搜集并分析所需要的资料 包括这个标的公司过往的运营业绩情况 然后包括这个交易融资方式啊 然后等等 第二呢 是搭建PRE-LBO模型 也就是没有考虑这个LBO交易之前 标的公司财务报表的一个表现情况 那第三呢 就是填入交易结构的一个假设 第四步呢 是完成POST-LBO模型 也就是考虑了这个LBO交易之后 三张报表的一个情况 包括这个债务啊 然后现金啊 然后利息费用啊 等等项目 都会结合这个LBO的交易架构 来进行一个预测 那完成了这个POST-LBO模型之后呢 就是第五步 对这个标的公司在预测期的一个 运营状况进行一个分析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搜集并 分析所需要的材料 这是进行LBO分析的第一步 通常呢 我们需要搜集并整理关于标的公司 以及它所在的行业 然后还有潜在交易所有可得的资料 在一个有组织的出售流程当中呢 卖方通常会提供标的公司 包括这个财务预测在内的一些 详细信息给潜在的买家 包括这个信息备忘录 IM管理层演示 Management Presentation 以及这个虚拟资料库 VDR等等 这些资料呢 能够为潜在买家搭建最初的 这个财务模型提供基本的信息 如果这个标的公司是上市公司呢 那么通常也可以参考公司发布的 照顾说明书年报公告 以及这个券商的一些研究报告等等 那如果标的公司没有上市呢 那可以获得的信息就会少一些 但是我们仍然可以通过对公司和行业的 一个新闻以及发展动态的搜索 来获得一些有用的信息 那么收集好这些必要的信息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搭建这个Pre-LBO模型 第一步呢 是搭建这个历史和预测期间的利润表 当然这个利息费用除外 因为这个利息费用呢 会和这个交易的融资方式直接挂钩 这块我们会在后续来进行预测 然后利润表的其他项目的预测方法呢 都和我们之前财务预测模型章节所介绍的方法一致 那第二步呢 就是这个搭建起始年份和预测期间的资产负债表 和之前一样这个现金和债务 这两项还是流控 交易完成时点的模拟资产负债表呢 需要在交易前原来的这个资产负债表的基础上 针对交易结构的影响进行一些调整 所以这个交易完成时点的模拟资产负债表各项呢 就等于交易前原资产负债表各项 加上这个必要的调整项 这调整项呢 需要从这个交易结构页面的资金来源 及使用的表格当中链接过来 所以呢暂时留空 然后预测期内除了这个现金和债务流控之外呢 其他项目的预测方法和我们在财务预测模型章节介绍的方法一致 OK 然后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完成一下 使用Excel来完成这两个步骤的操作 请大家首先到华尔街学堂的资料区 下载我们的LBO模型的这个Excel模板 然后在我们随堂练习的时候 跟着老师一步一步的来完成这个LBO模型的搭建 那么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LBO模型的结构 第一页是一个交易的总结页 包含了对标的公司财务数据 以及交易结构 然后预测期间的财务分析等等 这一页呢 会在我们搭建完整个LBO模型之后 我们模型的关键数据进行一个总结 是这个模型的使用者能够一目了然的 就清楚的看到关键的结论 那么接下来呢是两个假设页面 第一个页面呢是对利润表 资产负债表 以及现金流量表的一些关键项目进行一个假设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假设的情形 包括这个基本假设 管理层假设 以及悲观假设一和悲观假设二 这个管理层假设呢 是这个卖方发给潜在买家的信息备忘录 或者是方的估值模型当中会使用的一套假设 通常是比较乐观的 然后基本假设呢 是买方会根据这个管理层假设 然后将其中一些过于乐观的假设调低 比如说对于这个营业收入的增长率等等 如果买方认为标的公司未来很有可能 不能达到卖方所预测的那个高增长率 那么买方就会基于他认为 很可能发生的情况来假设一个 基本的这个营业收入增长率 然后悲观假设一和二呢 都是在这个基本假设的基础上 进一步的调低了相关项目的假设 也就是说假设这个公司运营的业绩更差 那么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 这个悲观假设呢 也就是对这个公司在预测期的情况进行一个压力测试 看他在什么情况下会是否会出现这个难以偿还债务或者是难以支付利息的情况 然后第二个假设页面呢 是对交易的结构 包括融资结构啊 收购价款啊等等 进行一系列的假设 然后接下来呢 是利润表 资产负债表 以及现金流量表 那么我们这节课呢 会对利润表和资产负债表 当中不包含这个LBO结构的 这个其他项目的进行一个预测 然后除了三张表之外呢 接下来还有这个债务安排表 这个呢 其实是一个中间计算表 因为LBO交易当中通常会引入很多层的债务融资 那这个中间计算表呢 就对各项融资 未来的偿还和借贷的这个时间的安排 进行了一个预测 然后最后一个页面呢 是回报分析表格 它会基于这个我们到时候完成的这个LBO模型 对私募基金通过这个LBO交易 能够获得的回报率进行一个分析 好的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利润表 利润表当中呢 我们已经把历史期间的标的公司的 业绩情况给填写进来了 然后在预测期呢 我们也对利润表的一些关键项目 给出了不同情况下的假设 在利润表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列是 LTM2018 9月30号 这个呢是截至2018年9月30日的过去12个月的财务数据 LTM就是last 12 months 然后另外呢 还有一列是模拟2018年的财务数据 为什么会有这两列呢 这里我们是假设交易会在2018年年底的时候来完成 但是现在我们是11月嘛 我们手头上只有截止到2018年9月30日 也就是2018年前三个季度的数据 所以我们就要对2018年全年的财务表现进行一个估算 这个呢通常可以根据企业2018年的预算来进行估计 然后这个2018年9月30日LTM的数据呢 可以给大家关于这个最近过去12个月 企业财务表现的一个这么一个大致的情况的表结 OK好的 然后我们在这个利润表这一页最下方 可以看到有一个利润表假设表格 这个呢是我们为了方便大家之后进行这个预测器利润表的链接 把假设页面当中利润表的主要项目的一个假设给链接过来了 这样可以减少这个我们模型搭建当中 跨页链接可能造成的一些错误 好的然后下面我们一起来搭建一下这个预测器的利润表哈 方法的话和我们之前财务预测模型的一个章节介绍过的都是一样的 这个大家应该现在就比较熟悉了吧 我们还是和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哈 同样这个呃我们是把第一年的呃预测全都搭建完之后 然后再呃Ctrl R复制到以后各年 营业收入的话这块是在18年营业收入的基础上乘以这个一加 营业收入增长率得到19年的营业收入 然后这个营业成本呢 等于营业收入 乘以 营业成本占营业收入的比率 毛利我们是使用营业收入减去营业成本 像这个毛利率的比率我们也可以随手就算好了 然后SGNA 同样我们也是使用这个SGNA占营业收入的一个比率来进行预测的 这里再讲一句 这个营业收入的预测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项目都是基于这个营业收入来进行预测的 这里我们是为了呃 给大家展示LBO模型整体的一个操作步骤 所以把营业收入的预测这块简化了 如果大家有呃 在实际呃项目当中遇到呃 营业收入的预测的话 还是应该尽可能的把它做的更加全面和详细一些 然后折旧和摊销这块 呃 我们同样也是按照它和营业收入的一个比率来进行预测 但是其实我们也可以根据这个呃 折旧时间表来进行一个详细的呃预测 呃 这个我们在呃之前财务预测模型那个章节也给大家讲过 然后注意这个利息费用相关的这一块 我们跟大家提到这一块是需要暂时留空的 因为这个会和呃 我们之后呃 会填入的这个呃 融资结构相关 但是与之相关的一个呃 其他项目的计算我们还是把公式先填进来 ok ok 在完成第一年的预测之后 选中第一年这一列 然后ctrl r 复制到以后隔年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资产负债表 资产负债表这块我们可以看到呃 有一列是初始2018资产负债表 这个呢是在呃2018年底这个交易完成之前呃 呃标的公司的呃资产负债表状况 当然这个也是一个估计值和这个 利润表呃呃呃 呃 当中这个模拟2018年的 财务数据一样 它也是在2018年 年底的这么一个预测数额 呃 然后这个呃 呃 和这一列呢 是呃 调整项 这个是根据呃 我们的交易结构和融资结构 对资产负债表进行的一些调整 然后模拟2018这一列呢 就是在考虑了我们的呃 LBO交易呃 会采用的这个交易结构和融资结构之后 那资产负债表会变成什么样子 现在呢 这个呃 调整项这两列是暂时留空的 呃 我们先把这个呃 模拟2018年的等式给输入进来 等于这个初始2018 资产负债表各项加上呃 呃 两列呃 调整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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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注意的一点呢 是这个我们这个资产负债表上面的小的汇总行 比如说像这个流动资产总资产流动负债等等 是需要在这个模拟2018年的报表上进行相关项目的加总的 并不是对这个呃 比如说这个流动资产这一项呃 呃 初始2018年的数额加上这个调整的数额的 因为我们到时候呃 呃 在呃 链接这个调整项的时候只会在相应的这个基础 项目的基础上 把这个呃 调整项给链接过来 不会在每一个小的汇总项再进行一个调整项的汇总 如果我们在这个模拟2018年这个比如说流动负债 或者流动资产这一款是使用的呃 对呃 一 F 之一列加总的方式呢 呃 就会发生计算的一些错误 当然有些同学说 哎 如果呃 我把这个呃 调整列的呃 呃 流动资产呃 呃 流动 负债之类的呃 呃 调整汇总也计算出来可不可以 呃 那这样同时也是可以的 但是呃 呃 这就无形当中增加了我们建模的工作量 这个呃 这里注意这个 在计算总资产和总负债的时候 要注意不要漏掉 这个流动资产流动负债这一块 把它加进来 那检查一下是否配平 OK现在资产负债表是平的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个 在链接进这个调整项目之前 这个初始2018年这一列和模拟2018年 这一列是完全一致的 到时候我们把调整项链接进来之后 这个模拟2018年的数就会变得比较正确了 时间关系我们这节课呢 就搭建到这里 然后下节课呢 我们将会继续完成这个 预测期资产负债表的搭建 以及这个现金流量表部分 经营活动 以及投资活动 这么一个预测 我会看到的 是否有点资产负债表的搭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